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捷运站出口如果没有连外道路 恐怕会是相当棘手的问题 其实当初的桥头堂产站 一号出口就是这样的状况 而且杂草丛生 环境十分的不友善 不过经过市府公务局的努力 现在不止一旁开辟了20米的道路 周围的8米道路也得以拓宽 交通已经是十分的便捷 市长与当地里长一同在捷运车站外剪彩 象征位在桥头堂产站外的 20米连外道路 以及8米道路拓宽工程 即日起开始通车 完工后将可以缩短市民进出捷运站的时间成本 我们的唐南路原来大概是在3.5公尺 到六国区周围的跨道而已 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没有办法打通 那么在两年多来真的就感恩了 就是说我们的抵触户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经过我们地方的协调 我们的抵触户 终于能够真的很开心 就是说牺牲小我来成就大我 早期的捷运桥头堂产站 一号出口不只缺少连外道路 一出站映入眼帘的大量杂草 更使得周边环境看起来更加脏乱 而原先的唐南路本来只有3.5到6公尺宽 路面狭窄也让车辆进出增添困难 对比现在崭新的道路可以说是为当地的交通带来了新气象 今天我们可以说R22的车站 连路对外道路20米 道路的开梯 还有8米道路特广 工程的通车 对我们教授来说 这是很重要 另外新公处也表示 连外道路工程全线通车后 唐南路可以快速连接到新开辟的20公尺道路 和临近的桥南路以及台一省道 行程便捷的交通路网 将可以活化桥头堂场站1号出口周边的交通 港区黄子倩许富天采访报道 发生了什么 感谢观看